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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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你急著趕去哪? 我趕著去普羅預購玉文新書 襲擊梁振英 我還以為你趕著去交月費 不是給了錢買書就可以了嗎? 當然不是啦 當然買完新書 然後再交月費才行的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今年的林宵市場 我們的時間是31、32 32旁邊是33 即是現在的攝影師站的位 那就是香港民族黨的陳奧天那位 就被人DQ了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裡啦 OK? 歡迎你食盤處走來搞我 OK? 你不來就是歸功 OK? 包括這裡所有的傳達政治信息的 那些攤位你都全部封了它 如果你不封 你食盤處就是歸功 那些仆街不加產落地獄 OK? 給了錢 租了個攤位 他們臨時叫人不做的 香港不可以這樣的 是不是? 所以食盤處呢 所有食盤處的人 全部都應該落地獄 是不是? 這個位置刺的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DQ了人家 收了人家錢 又不讓人擺盪 說人家傳達政治信息 我連連都在這裡傳達政治信息 打到共產黨 你快點來打我 OK? 我們今年有很多東西賣的 有襲擊梁振英 襲擊梁振英2.0 有T恤有背 有書 還有其他我的作品 又有T恤 快點來煉燒市場 31、32個攤位 保羅政治學編和議員時報 一間還沒飛 大家好 合縱為式 今天是 年宵市場 已經開始了 早幾天都開始了 大年初一 接近農曆新年 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我們本身 投了一個年宵攤位 在維園 無緣無故 在農開始前兩天 就通知你 現在取消了你的攤位 取消了你的合約 怎樣? 你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想說? 有什麼看法? 先交給我一些事實 我開了一封信 都隨意跟大家說聲 有一個紀錄 對嗎? 大家他日 即是你拍了一封信嗎? 什麼拍了一封信 你拍了一封信 你拍了一封信 放上網吧 這個節目還有紀錄 留下廣共的罪證 這封信 在2016年11月8日 你跟康民署代表簽約一份特許協議 讓你可以擺連銷 什麼什麼什麼 就說 我相信 我們相信在上述的攤位 將會售賣 或者擺放的物品 貨品 以及相關活動 與香港民族黨所宣揚 引號港獨的信息有關 連銷市場 人多擠迫 當中也包括有很多年長的人士 小孩子 再者 參與連銷市場的人士 亦可能包括支持 或者反對有關信息的人士 在這個情況下 售賣或者擺放 該等信息有關的貨品 物品 及或進行相關活動 很大機會 就會危及公共的秩序 和公共安全 在一個仔細 考慮所有相關情況 和保障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 我們現在行使特許協議的 第十段權利 就整斷的年少期 即時終止該攤位的特許協議 因此由即日起 你已經沒有任何的權利 或者許可根據這個特許協議 使用上述的攤位 或者是進行務檔 經營任何業務 我們會馬上將那些錢退回給你 下面還有一句 特區政府就此事件 保留其所有法律權利 哇幾吋 你現在單方面取消 我合約還說要 特區政府就此事件 保留所有的法律權利 對呀幾吋 我們保留法律權利 你保留 是啊 我們一定 一定law suit 一定啊 一定啊 不一定 先說吧大哥 這麼多事做 我註冊公司 你又未搞定 這個又要搞 然後我的選舉情請又要搞 如果選舉情請你申請法援 那個法援又不批 又要上訴 就是今個星期我剛剛才上庭 上庭前一天 他就搞了這麼晚 所以又要上庭 又要搞年宵 這個星期又忙過脫掉 周圍撲 找找有沒有地方可以賣你的貨 那我的貨是很漂亮很正的 賣不出要找地方去散貨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這麼漂亮 要給多些人看的 你說我們的貨品 要有那個 宣傳效果 項頭項尾都有的那個效果 遍地開花 我們這些貨品這麼漂亮 產品這麼漂亮 又是宣傳一些 我們覺得很開意思的訊息 那當然要給多些人看看 你不買也好 你可以看看那些訊息 就是看到通報什麼香港獨立 好像很正 有時候月曆 你看看看看 又沒有香港獨立 但是呢 看看看看又有些 潛移默化 有些奇怪化 就是些什麼 你裡面放些什麼訊息 什麼放些什麼訊息 這個產品等人這一節尾的時候 我才慢慢介紹 我有空拿些出去 或者你喜歡說兩句 拿個出去 譬如10月1號是寫了什麼 10月1號是寫了 公眾假期 是寫了 淪陷的 不是 什麼10月1號淪陷 7月1號淪陷 哦 是哦 匪慶 匪慶 10月1號我都忘記了 還是就這樣寫公眾假期 我記得10月1號 是沒有什麼特別標明的 不會寫中國國慶 10月1號本來寫 這個叫做共產黨國慶 好像是 後來就想 不如寫公眾假期算吧 大家都是 本來當那天是放假 又不是什麼慶祝 是嗎 是啊 我們那個月曆都很有意思的 也都很漂亮 也都有香港特色 這樣 就是 產品我們就不是在那裏銷售 不過是信大廣 等待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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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騷一騷 那他這一份信 取消我們的合約 其實就是 為了開不回電話的 聽了我 有去啦 我背了 我已經背了那封信 是啊 那接著呢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 Android機是這樣 是啊 是啊 他主要就是相信 他沒有證據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會擺年宵的 我們星期二晚做節目的 星期三晚才被人取消那個合約的 對不對 嗯 我們星期二晚都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會擺年宵的 我們都沒有公開過的 是啊 更加不要說我們有些貨品 會怎樣和大家去說 我記得我收到那個通知的時候 因為那個通知呢 是不是我們最先知道的 反而是TVB 有這樣的消息流出 接著我們看 看Telegram 因為有人告訴我們 接著我 我弟弟 收到一封掛號信的 因為 那我看完消息 就知道心之不妙 那我立刻 9秒9 因為那時候 我們去了賣Radio 脫年飯的 我9秒9打回家 然後說你抄一封進讀給我聽 然後什麼 取消特許協議 然後我心裏面吊了一聲 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每一次 就是三個事來的 其實每一次這件事 TVB都是最早就知道 對呀 不知道 上次我選舉 比我更快 上次我選舉 被人取消資格 也是TVB第一個知道 我一收到那封電郵 那五分鐘 TVB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 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還是什麼 我們都有 有線人嘛 在政府裏面 我們都有一些消息的來往 類似這些東西 這個選管會都有通知我們的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陣線 自己有的當然知道很清楚 第一件事 就是相信我們的貨品 跟這個港獨有關 我們都沒有說過你怎麼知道呢 就是你相信而已 沒有證據 不過不要緊 我們真的賣港獨有關的產法 那又如何呢 那我真的是港獨了 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犯法呢 現在又不是犯法 你不是去拘捕我咯 你不是去告我咯 你說港獨嘛 那又不是 是 因為他那個 他最荒謬的那個原因 就是說你 宣揚某一類的政治訊息 然後他就說 是不合適的 即是在食環處的角度 他就說會 他首先覺得不合適 然後另外一個理由 就會覺得 也都會引起公眾的 是不合適的 的秩序 他表明你 他其實是暗地裡 Hidden 即他有 他當然是覺得不合適 他是不是也覺得不合適 但是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年宵一向 這是一個傳統的 很多政黨都有擺年宵 那他們那些不是政治訊息嗎 不是 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是說 年宵很多人 有大人 有小孩 有長者 入場的人士 亦都很有可能 包括了支持你們 或者反對你訊息的人 會造成一個 那你個個政治訊息都有什麼的 是吧 這個才是個point 這個就是說 我也是個point來的 雖然他沒有寫明 你不用這麼說 不要說政治訊息 你有毛機賣魚蛋 叫什麼毛機劣食 叫什麼毛機劣食 劣食 戰科和劣食 一百毛你賣魚蛋 都有人反對他 是吧 你不要說政治訊息 即使說一百毛賣魚蛋 都有人在那裡罵 哇 48元一兜 這麼貴 又說一百毛是那些 不知道什麼媒體 那些訊息又不好 這個提升到一個哲學的層面 即是什麼 即是 是不是凡事都有這個正面還是反面 好我們繼續 那是有的 很明顯一百毛是有的 一百毛很多人支持他 亦都有人反對他 那也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那跟他的情況一樣 是啊 那民建聯也是 剛才說政治訊息也是 民建聯今年有沒有擺 我聽說好像有的 這群好像沒有什麼見到 昨晚群就見不到 見到什麼激混亂 新民黨 新民黨 不過沒有開檔 新民黨其實讀得很高 民主黨高一點 六十米這麼高 我看那裡應該就有六米這麼高 根本也是犯了例 不過沒有所謂 那裡每個人都犯了 新民黨沒有開檔 那法輪功也有 法輪功這些極具爭議性 有沒有開檔 有沒有開檔 好像有 沒有開檔的 他只是掛了一個牌 真善忍而已 他沒有人在那裡 起碼就是 那其實是很多一個 宣揚政治訊息的團體在那裡 那也是 這個不是一個很荒謬的理由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政治訊息會引起有人反對 所以不讓你擺 那其他的檔口都有 上年也有 上年支聯會 吶CK嘛 吶CK嘛 你DQ支聯會 支聯會也有人去反對 雖然你說投檔的時候 大家的共識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不會跟支聯會爭一號位二號位 是嗎 那天沒有人責任 都有人投 有人追擊還是怎樣 必賺到價錢七萬多 正常的 外土共我也突然會追擊你 其他人 尤其是政黨 所謂民主派 或者其他知道的人 通常都不會的 就不會跟支聯會爭的 那共產黨一定會搞你 對不對 那都好啦 支聯會很多人支持 維園搞很多人 其他人捉過一晚會 很多人去 那很多人反對 CK就是在罵 那你不就直接把他當 如果今年民建聯 有人去 這是一個本末倒置 你明白嗎 譬如我能夠有自由地表達政治主張的自由 然後你說如果你怕有人搗亂搞事 那是否應該是你食環柱或者場地那方面去防止這件事發生 當然那一個場是你的 因爲我本末倒置是 因為你擺東西 那就會有人反對 那不如你閉嘴吧 他就不是說 我保護你 即是我維護你合法擺檔的權益 我會盡量防止 有人衝擊你 這個才是合理的 他是反過來做的 你公眾秩序一定是問題來的 你這麼多人 你放這麼多檔 那你就會少一點檔 你說我連銷市場 因為我擔心公眾安全 我減到十檔不好 你都反過來說 這樣 這個是你的責任來的 你開了這個場 你是一個場主 你租出來 就是預了會有些公眾問題 我不管你怎樣安排 這是他的義務 這是他的責任 我不管你怎樣安排警察 怎樣梳渡人流 而且你不是一個私人機構 你不是一個私人的商業活動 你是政府來的 你是一個公共的機構 不是一個政府 這個維園這個地方 是一個公共的地方 你是有責任有義務 去保障市民的權利 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搞這樣的活動 你覺得有人的言論自由 或者他們基本的公民的權利 受影響的時候 你作為政府 更加要挺身而出 你就多把警察在那裡 你擺一些食環在那裡 再跟我們談 三萬個警察 再跟我們擺一些狗猜也可以 我們遊行的時候 你都會說 你不如你弄一百個狗猜在那裡 好啊 我們就弄一百個狗猜在那裡 一起維持秩序 即我們就沒有收到食環方面 或者猜 沒有任何的查詢 是的 什麼協調的 那些沒有的 他直接來就說 不要啊 你取消了 拜 沒有得上訴 是沒有得上訴 什麼都沒有 即時取消 他還有在街上 早兩天才發封 不是 他早兩天 不不不不 即是你說年宵開始前兩天 年宵開始前有三天 因為年宵 年宵19號開始 就會有一個搭棚 以及給你裝飾 即類似是 19至21號 那你年宵就正式開檔 做生意22 那我在19號之前的兩天 就收到一個call 就是食環的郭先生 這位姓郭的同事 他就說 周先生 你有沒有空呢 你等一會來維園那裡 什麼指揮中心那裡 就去談談些事情 我問他談什麼 他就說 沒有什麼 都是談些銷售細則的事情 即買賣的行為 要怎樣 我跟他說 然後他約5點 後來我們 經過我們 商討 我們就說 一來沒有空 二來我一定要有 有人幫著 老鳳啊 是啊 老鳳啊 你兩三點打電話來過 5點鐘出現 是啊 然後他就很煩 那一天就打了幾個電話 行不行啊 都是明天早上來 不如 在那兒哄小蚊仔 不如早上來 阿周先生 真是方便我們做事 不如 就真是 今天晚上都遷就你了 好嗎 然後再討 不行 我說今天不行 然後他說 明天早上吧 明天下午 我們要做事 不是很方便 我 早上真的行不行 他就不斷打電話來發 當然啦 因為要開始搭棚了 然後 最後 他就 最後就是晚上 獨撥過論給我 我們也是 寄個掛號信給你就算了 算了 我也是通知你 其實我也是通知你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大家心想那句 是吧 我也是告訴你 你沒得擺 都沒什麼討論 他是極度賤格地 是在你 開始正式開工前兩天 才是通知來的 他不是 因為 頭是11月8日 就已經投了回來 如果你 現在是多少日 即是他多少日 1月20 1月17日 他才撥過論 哇 12月幾月 你有什麼 你是知道 你早就知道 你是有什麼 關心 你早就 一早就有這樣的關心 會不會去到林根 那兩天之前才有 分明就是想做夠你的 即是等你引起所有的東西 做好一些貨物 給了錢 然後 沒辦法賣 哎呀 不好意思 即是蟹火 還有你報紙那些 我說我們搭鵬 我們都給了訂金 這件事要說一下 那個鵬佬很好的人 那個鵬佬 我打電話給他 我上完high court 因為剛巧選舉程庭 發援的日子上訴 然後開完記招 然後那個記者問起我 那些事 不知道什麼 說起 你的報紙還是什麼 那些事 對呀 我聽了 他要回答鵬佬 然後鵬佬 我帶我給他 喂 鵬佬 那個檔那裡 有些問題 他說 我知道 我收到封 你那檔 有些問題 對呀 然後他說 你想怎樣 他問我你想怎樣 你想繼續 我幫你回答 然後他說 不用 真的不用 沒得回答 他那裡已經封閉了 然後說 好住 不是啊 你可以幫你回答 可以幫你回答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我真的不用 沒得回答 他那裡 沒有得回答 然後他說 我幫你保住 然後說 你訂金 我會退回答 然後他又說 喂 你是不是用別人的名字去投 那個鵬佬 我問我 我是用別人的名字去投 他說 都用了 都用了別人的名字去投 不過最終都被他知道了 然後說了幾句 然後就好了 我自己很忙 你搞定了 才說一些退訂金 那鵬佬很好人 哪一個要踏行 我介紹你給他認識 幾個人 題外說 有時候 所有東西都不太順利 幸好而已 差點虧了幾個錢去訂金 幸好 雖然他不讓我們賣 但我們也很能賣的 有競爭力 也不怕貨比貨 是啊 真的很漂亮的 你整個同樣顏色的 我們印件衣服同樣顏色 沒有所謂 大家貨比貨 看看哪個設計更漂亮 講個訊息都可以 裡面的訊息是哪個更漂亮 其實現在就是全面封殺 現在連擺個年宵 我們當時也在說 我們自己在圍內在談 不想擺個年宵 都要遮壓 所以當時為何不用我的名字去投標 最初的時間 找到他 就打算低調一點 雖然也不是很低調 我也說不要找我的 低調一點 怎樣出事 不過也好 神組取消 好過你做一做一做 才會打架 為什麼神組才會打架 好過你放了一兩天 然後他走來拉人封艇 更麻煩 對 就是為了樂觀一點 這樣看 對 不過呢 前晚 我們被人封殺了 我們沒得擺 我們就不是坐著 什麼都不做 也不是純粹想 怎樣散貨 拿回一些錢 又不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也是很積極去賣 但是更加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是宣傳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晚 都會去不同的年宵市場去派傳單 說回這件事 但是 我自己就不是想太掃興 所以我就沒有去踩場 我不想說 拉一大隊人馬 拿著喇叭衝進去 去派傳單 我覺得 要做實做到 對 我就覺得算了 香港人有壓力 這麼辛苦 難得有幾天 抱天同慶的日子 大家走一下年宵市場 我們低調一點 就在市場之外 去派傳單 很煩的 我們早幾天去完 第一天去完之後 他就找了一個 食嬌姐坐在那裡 坐在我們的攤 即是已故的那個攤 是呀 厲害 他連你33號的牌也拆了 很搞笑 他不知怎樣 他就要找一個 食嬌姐坐在那裡 然後呢 你們旁邊兩個攤口 亞 不讓你咬過界 對 因為旁邊就是 義血和普羅 再旁邊就 賣公仔 賣公仔 對 很搞笑 他們全部都咬出去 你趕快進去 不要咬過界 其實都很可惜的 因為我呢 去維園的時候 就看到真的很多人 第一天 星期日 晚上就很多人入場 那我就覺得 哎 星期日多人就正常 是的 但是都是很多人 我覺得是很多人 因為是不斷 很多很多人不斷進去 在維園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就是虧了那個宣傳機會 是啊 不要說什麼生意 可能那些人都不會買這些東西 但起碼見到你的存在 見到香港獨立 所以我覺得最可惜這件事 這件事是最大的打擊 你說什麼金錢上的銷售 那些打擊 我覺得不是打擊 甚至可能隨時幫我們都不出奇 就是你不說一說 可能全世界都不 就是他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原來民族黨有擺年宵的 我們都沒有宣傳 他就幫他宣傳 但是的確是那個 政治信息的宣傳是預約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惜的機會 即是少了一個在公眾上 在這個議題曝光 是很難得你可以在很多不同類型的 鬧事的香港人 都接觸到他們 很難得 我們唯有盡力去補救 去不同 前天去了維園 昨晚去了觀塘和黃大仙 今晚呢 現在應該在打擊 應該在沙田夜 明天一直繼續去 年初一二未知 有些記者問 年初一二 每個人都問 上年年初一二搞得這麼嚴重 今年怎樣 今年怎樣 你猜一下 又不會講到明白 然後我就說 會不會去旺角 然後我說 旺角 我去旺角很平常 然後他就說 去旺角嗎 去旺角 好 自己很平常 每個香港都去 去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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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去旺角 去旺角 都不知道 去旺角 都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 都好 旺角有這麼多人流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去旺角 我也是想遊行一下 那請就拉一隊人坐上街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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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喜歡就拿著支旗遊兩個圈 又不是什麼遊行的 我們幾個人拿著支旗走 我覺得很好 宣揚一下港獨的訊息 我說不定的 可能大年初一二 然後我們又拿著東西賣 或者叫口號 拿著支旗遊一個圈都不定 現在還沒有排除任何可能性 那些節目通常是賣廣告的 即是在節目中間 不如現在我們就抽兩三分鐘 這個很厲害的 上面就有寫了好像那些詞典 詞典的一些definition 上面寫了什麼 你自己買回來看 很多個 一個toe bag 很漂亮 大小適中 有黑色的 黑色的就寫著香港independence 其實這個袋都有 這個給大家自己去找 這個很有趣 這個袋都有香港independence 和香港獨立 你自己找在哪裏 這個袋大小適中 那些文青都適合這個袋 是不是 即是我出門都覺得 這一類 為何我們會做這一類的物品呢 不想太過明顯 即是潛移物化 我覺得是潛移物化 關於香港人的認識 因為有些人就不想太高調 那就低調一些 而且有些人真的未必知道 什麼香港獨立的 只想看到香港 那你就潛移物化 或者賣人送給人也可以 然後就是眾議 這些基本的東西 不用說了 然後呢 就有兩張徽春 國泰文安 這個夠了 好意頭 這個呢 更加好意頭 那這兩個徽春 我們都會派的 因為我們出了一個post說 你們買多少 我們就派多少出去 派到個個家裡都有貼 貼到有貼 還有一個很實用的 亦都很漂亮的 這個呢 就是一個地圖來的 1841年 香港剛剛是 剛才你揮春說了嗎 說了 就是說你買了 例如你買100張 你買多少 我們就派多少 是的 就是買得越多 現在當然有些人會一次 我幫你一次買100張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的 你可能說一聲 你不用寄100張給我的 只要我買100張 你幫我派100張 都有人是這樣做的 你可以PM我們說 我現在買1000張 你不用給我了 你派完了 那我們都可以的 是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file 很實用的 亦都有一個漂亮的 香港 智力問題 這個 香港地圖 這個 1841年的香港地圖 大家有看到嗎 你有留意什麼呢 只有香港島 對呀 因為1841年 對呀 只有香港島 為什麼呢 是否錯了呢 可能是錯了 是沒有錯的 因為剛剛1841年的時候 就只有香港島 由這個 碑露渣 是畫的 在這個硫磺號上面 漂亮 也是夠 implicit 就是夠 內斂一點 也是非常之合 各位學生 廣告時間到這裏 是否還沒講完 還有一個 還有等一下 先留一會兒 廣告時間分兩段 是嗎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